我们下面来学习新的知识点,我们来学习颈部血管相关疾病中的颈动脉夹层动脉瘤这种疾病 我们看颈动脉瘤,它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颈总动脉,颈内动脉颅外段,还有颈外动脉及其分支的动脉瘤 颈动脉瘤通常分为三种类型,真性动脉瘤,甲性动脉瘤和夹层动脉瘤 在夹层动脉瘤呢,它的临床价值相对就是大一些 夹层动脉瘤,我们做二维超生,我们会发现,探计到这个病变处啊 颈动脉B内膜分离,分离的内膜成现状回生,将管腔分为真甲两个腔 我们看图很明显啊,大家可以发现这个管腔内有一个现样的回生 在这儿,现样的回生 然后管腔有一个真腔有一个假腔 分离的内膜回生呢,随心动周期,它是有摆动的 收缩器摆动的方向是指向甲枪,大家记住,收缩器,这个容易记混啊 记一下,收缩器它的摆动方向是向甲枪 甲枪的范围相对大 所以说呢,甲枪呢,它的内镜一般都大于真强 枪内可清楚的看到血栓的回生 大家要记住啊,因为在这个,这块有经常会出选择题 然后彩色和脉村多普勒,我们看啊 并变脚轻实,真腔内的血流正常或者轻度稳乱 并变脚重的时候,由于甲枪内有较多的血流通过 而且有血栓形成 会使得真腔相应的变得狭窄,甚至完全的闭塞 此时,则应出现狭窄和闭塞的相应表现 这个表现就有很多了啊 比如说,这个血流呈现窝流的表现 五彩镶嵌呢 然后管枪内镜变细啊 血流呈这个偏心走形啊等等 大家可以看示意图啊 甲枪内呈紊乱血流和杂色的血流信号 破口处的血流速度呢,就明显的高 由于分离的内膜摆动啊 甄甲枪内的血流方向改变是有一定的规律的 就是收缩期,甄枪内的血流开始为正向 接着是变为逆向的 而在甄枪内逆向血流同时 甲枪内显示为缓慢上升的正向血流 在舒张期呢 当甲枪内血流为逆向时 甄枪内血流是正向的,相反的啊 好,我们做一下相应的习题 知识点并不太妥,来做习题补充一下 颈动脉瘤的分类包括 前面说过三类 真性、甲性和甲层 所以选择ABD 颈动脉瘤超生诊断的依据是什么 我们看啊 答案 A 颈动脉内径扩大 团流 B 颈动脉内径正常大小 团流 C 颈动脉内径正常大小 C D 颈动脉内径扩大 团流 镶嵌性血流信号 E 颈动脉内径正常大小 镶嵌性血流信号 我们这题要选D 最全面啊 内径扩大 成团流 并有镶嵌性血流信号 这是从它的二维 从它的这个CDFI 一块看啊 这都是它的诊断依据 我们看 夹层动脉瘤的超生表现中 错误的描述 夹层动脉瘤 我们前面说了啊 它有几种超生表现 主要的呢 就是探极到这个 线样的内门回声 在管枪内探极到 然后呢 随心动周期 它是有摆动的 分为真枪和假枪 我们前面说了 假枪往往比真枪大 所以说这题 我们看下列描述错误的是 我们要选择C 它说真枪大于假枪 这是错误的 因为是假枪大于真枪 颈动脉瘤的后发部位 我们记一下 就是分叉部 这也是动脉周样硬化的后发部位啊 都是分叉部 好 我们这一点呢 知识点并不多 主要大家一定要掌握一下 颈动脉加层动脉瘤的超生表现 主要就是来讲它 好 我们下面 接着来讲下一个种疾病啊 颈动脉体瘤 这个不同于我们前面说的颈动脉瘤 多了一个字 颈动脉体瘤 那么它是完全大相径庭的两种疾病啊 我们看颈动脉体瘤 它是在颈总动脉分叉处的外桥内 有一种化学感受器 称为颈动脉小体 这种组织发生肿瘤的时候 称为颈动脉体瘤 在性质上呢 它多为良性 大多数都是良性 只有60%恶性 在形态上呢 分局限性和包裹性 局限性指的是局限性局限于颈总动脉分叉处的外桥内 包裹性呢 是位于颈总动脉分叉处 围绕颈内及颈外动脉生长 颈动脉体瘤的超生表现啊 它是在下颌角的下方 胸索乳突击内侧深部的颈总动脉分叉处 显示这种低回升的种物 大家记忆一下 低回升的种物 看一下图 边界清楚 规整 呈分叶状表现 体积大小不等 脚小的只有两厘米左右 多位于颈总动脉分叉处的外桥内 这是它最常规的一个位置啊 脚大的可达到20厘米 这个大小差异也很大 常围绕颈总动脉 颈内动脉和颈外动脉生长 围绕着血管生长的一个实性的包块啊 大家可以这么理解 肿物内呢 可探极到较丰富的动脉静脉血流信号 肿物内部可探极到颈外动脉的分支 它可有颈外动脉的分支 由于肿瘤的挤压 颈内动脉和颈外动脉可明显的向外推移 但是管枪呢 相应的没有明显的狭窄表现 好 我们做一些相应其题 补充知识点 颈动脉体流 A 多由动脉硬化引起 不对 B 由动脉内膜病变 C 由创伤 D 由这个化学感受器发生病 病院化所致 E 由先天性动脉囊性中层坏死所致 我们发现选择D 我们前面说了 是一个化学感受器 它发生病变所引起的 一个多选题 颈动脉体流的临床表现 我们扩充一下知识点啊 它的临床表现有 A 吞厌困难 舌肌萎缩 祸打综合征 生丝 还有这个饮水腔壳 这都是它的临床表现 因为它主要表现一个站位性的 包块啊 所以它有这种相应的压迫症状 这几种都是 大家记一下 颈动脉体流位于哪 A 核下三角区 B 核下三角区 C 颈动脉三角区 D G三角区 E 锁骨上三角区 我们选择C 颈动脉三角区 很典型的位置 颈动脉体流的描述 错误的是 A 是一种化学感受器流 这是正确的 B 属于交界性肿瘤 这是错误的 我们前面说过了 它大多都是良性 只有6%左右是恶性啊 它不是交界性的 所以这句话是错误的 C 发生于颈总动脉分叉处 D 生长缓慢 E 少数可发生恶变 正确 颈动脉体流的B超 嗯 生象图特征是什么 我们看啊 生象图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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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按回声区 与周围组织无明显粘连 这是正确的 这个是错误的啊 这个A选项啊 他说按回声区带 那就是没回声错误 他是低回声的包块啊 包膜确实是完整的 所以说这个A选项肯定是错误的 B 位于颈内外动脉分叉处 颈内外动脉间距增宽 肿块环绕着颈动脉 呈低弱回声区 这是正确的 这是他的一个典型的表现 CDE我们看这就都是错误的啊 都有相应的错误点 比如说他说这个强回声区 这是错误的 有挤压正向是正确的啊 无包膜是错误的啊 他的错误回声点 这个甲状腺内部回声不均 这也是错误的 因为他的位置就不对 颈动脉体流的超纹特点 以下描述错误的是 多层等回声 边界清楚 有活动度 肿瘤两下两侧活动 垂直方向 活动受限 肿瘤有丰富的动静脉血流信号 我们要选择A 因为他这个还是多为低回声啊 实质性低回声的包块 他里面可以探极到动静脉血流信号 还可以由颈外动脉的分支 直接进入肿瘤 表现给实质性包块的颈部血管疾病是什么 我们看 A真性动脉瘤 B甲性动脉瘤 C甲层动脉瘤 D颈动脉体流 E颈动脉扭曲 我们这题要选择 D颈动脉体流 因为答案问的是实质性包块 我们看这几个答案啊 除了颈动脉体流是实质性包块 其他的都是为动脉的 比如说动脉的膨大 动脉的扩张 动脉 动脉B发生病变 或者是动脉形态发生扭曲改变 这种疾病啊 它不是实质性 超伤检查发现 右下和脚下方 胸索乳托机内侧 深部的颈总动脉分叉处 探计到一个5厘米 乘以3厘米大小的低回生包块 边界轻归整 包块造成颈内和颈外动脉 向两侧催移 包块内部血流丰富 有动静脉血流 并可探计到颈外动脉的分支 进入包块内 就此超伤表现 可做出哪些诊断 我们看选项啊 颈神经显微流 颈神经翘流 颈胶感神经翘流 颈动脉流 颈动脉体流 非常明确 选择E 因为前面说了 这几个真相啊 都是它的一个典型表现 所以我们选择E 颈动脉体流 这一节呢 我们就主要要掌握 颈动脉体流的超伤表现 一定要注意啊 它多了一个体 那么它和颈动脉流 就完全相反的 就完全不同的疾病啊 大家在做题的时候 一定要看仔细 是颈动脉瘤 还是颈动脉体瘤 这个一定要注意 好 下面我们来学习下一个疾病 追动脉必塞性疾病 追动脉狭窄和追动脉必塞 大多都激发于 动脉周样硬化和大动脉炎 它的耗发部位呢 是追动脉的起始部 它通常分为生理性的狭窄 和病理性的狭窄 生理性的狭窄呢 通常是因为这个追动脉的管径 小于两毫米 那么病理性的狭窄呢 它可以发生在 追动脉的起始段 追肩细段 还有颅内段 我们看超声表现啊 二维图像呢 就是显示追动脉的管壁 有增厚 内膜毛躁 长半斑块形成 彩色和脉冲都不得显示呢 是动脉管腔明显狭窄 血流变细 色彩紊乱 然后它的频谱峰值呢 流速加快 频带增宽 我们这个表格呢 就是追动脉起始段 狭窄的评价指标 也就是对它的PSV EDV 还有这个 笔值 进行的一个总结 我们可以来 估测这个狭窄程度 大家看一下 在追动脉必赛后呢 必赛的管腔内 是没有血流信号 同时也测不到频谱 我们发现 必赛也能分为几种啊 有这种全程必赛 还有阶段性必赛 还有颅内段的必赛 幻测的追动脉 严重狭窄或必赛时 剑侧的追动脉 是由于代偿的功能 它的这个管腔就会增宽 血流量呢 也会增加 流速增快 频谱的峰值会提高 频带也会相应的加宽 我们看鉴别诊断 追动脉狭窄 主要的超人表现 就是不规则的管腔狭窄 血流变细 速度加快 但是发育不对称 所致的一侧追动脉细小呢 它的表现 就是管腔普遍的狭窄 大范围的 而但是血流充盈是良好的 也就是说管腔 几乎是全程的狭窄 但是不影响 它的血流充盈程度 频谱形态也是正常的 因为这个是由于发育不对称 就是说生理性因素造成的 和追动脉缺乳的鉴别呢 表现在追动脉必塞 虽然没有血流 但有管壁结构 但是缺乳的时候呢 却是根本找不到这个管壁结构 也就是说没有这个 这段血管是缺乳的 是没有的 所以说你探测不到这种管壁结构 好 我们来做几道西题啊 追动脉是发自哪 你看 底下这几个选项 我们选择B 它起字 所有下动脉 有关追动脉 B3性疾病的描述 错误的是 大多由于周样硬化和大动脉炎所指正确 这就是它的病因 耗发部位在末端 我们这个耗发部位是在追动脉的起始部 不在末端啊 所以这个是错误的 追动脉的病变段管壁是增厚的正确 内蒙毛造正确 管壁那颗有斑块正确 正确描述追动脉 B3性疾病的是 我们看啊 管壁后内蒙毛造有斑块 变窄 变B3多在起始部 流速变细 彩色紊乱 频谱峰值 加快 频带增宽 这些都是它的特点 所以我们选择E 以上都是 我们这一部分呢 就是讲了一个追动脉B3 这个病相对简单一些 然后我们要掌握它的超声表现 好 我们现在下面讲下一个疾病啊 锁骨下动脉倒血综合症 这个病我们讲的多一些 我们首先看锁骨下动脉的这个超声检查 灰阶显向呢 是无名动脉上行 或从颈总动脉下行 观察左右侧的锁骨下动脉的血管结构 然后测量这个血管的内径 CDFI呢 要判断它的血流充能情况 TW呢 我们要测它的血流频谱 测这个PSV 还有舒张默契的血流速度 血管狭窄时呢 要注意鉴别狭窄的位置和追动脉开口水平的关系 因为它有之后的分支嘛 我们看锁骨下动脉倒血综合症 也叫窃血综合症啊 简称就是SSS 它是它的定义是什么呢 就是锁骨下动脉和或者无名动脉的进行段 发生了狭窄或者避塞 导致脑血流经微粒式环 再经同侧的追动脉 红吸引流 逆流入锁骨下动脉的远端 使部分的脑血流灌入幻特上肢 从而引起了脑胸不共缺血 这就是它的颠算它的发病机制 我们看它的病因 病因有很多种啊 包括动脉遮阳硬化 多发性的大动脉炎 动脉受压 先天性的动脉畸形 这个里面包括了先天性狭窄 离断 走行发育异常的 还有这个锁骨下动脉 或者无名动脉的动静脉漏的 动脉遮阳硬化斑块呢 所致的锁骨下动脉倒血 中老年多发 男性居多 左侧多见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啊 多发性的这个 大动脉炎 锁骨下动脉狭窄 导致的SSS呢 常见于年轻的女性 因为我们知道 大动脉炎 它多见于年轻女性 通常是几条的颈部大血管 同时受累 因为这个多发性大动脉炎 大动脉炎通常累积的就是 主动脉和它的打血管分支嘛 我们看血流动力学啊 它是产生 它会产生锁骨下动脉 倒血的这个基础呢 就是锁骨下动脉 或者无名动脉 呃 这个血流产生了这种倒血的改变 我们看示意图啊 示意图标注的也是很清晰明了 它把这个倒血的整个这个机制 看 这个回流方向 它给你标注了 想换侧 流入 这个第一个图是正常的 这个血流的流速方向 血流的这个 嗯 供应的方向 那么我们看 当这个起始段发生这种狭窄 然后它这个血流 就会逆行 我们看它的临床表现 这个要了解一下啊 帮助我们判断 锥肌里动脉供血不足的时候 它会发生 头晕 耳鸣 事物模糊 一过性或者反复性发作 那么患之缺血呢 它会造成 患之活动不灵活 麻木 乏力 发冷 饶动脉的搏动 减弱或消失 我们有的时候甚至盼不到这个脉搏的搏动啊 血压角见测会低20毫米拱住 多数的患者可以在锁骨上窝 闻及血管杂音 这是它主要的临床表现 因为它会涉及到这几个方面啊 它的机制决定 好 我们看这个病的超生诊断思路 我们首先呢 是先发现这个追动脉的血流方向和它的频谱异常 然后进一步探查锁骨下动脉或者无名动脉 用无狭窄或者狭窄的部位 这个要通过二维CDFI和PW共同探测 然后狭窄远端是否有小慢波的表现 进一步来确定我们的诊断 这就是整体的超能诊断思路 通常都是患者先扫查追动脉 然后我们发现追动脉的血流方向发生了反向 发生了异常这个频谱 然后我们进一步来掃查锁骨下动脉 定诊这种疾病 我们看这种疾病的超生诊断标准啊 锁骨下动脉狭窄 它的血流收缩风速度是大于120厘米每秒 并且能够闻及粗糙杂音或者高喷射杂音 换侧的追动脉血流频谱 在收缩风处有反向 这个反向很重要啊 反向抖直的血流型号 完全反向血流型号 或者有切记 这是因为这个追动脉 它也是有几种不同的类型 就是发生缩五下动脉倒血的时候 追动脉可以有部分型倒血 完全型倒血 不完全型倒血 隐匿型倒血等等 所以说它的PW表现也是不同的 我们看超生检查的直接正向啊 我们详细的学习啊 这个超生的正向 它的直接正向就是在锁骨下动脉 起始处 机智啊 或者无名动脉的发生这个狭窄或者闭塞 该处的动脉内膜会变厚 回声增强 管腔的透声会变得差一些 可见低回声或者缝合回声冲偏 当管腔必塞的时候呢 就没有血流型号显示了 这我们知道啊 管腔狭窄的时候呢 在管腔中央区或者偏心处 可以探计细窄的血流型号 狭窄部位血流型速度会增快的 那么我们看了直接正向 我们再看看间接正向 也就是说超生检查思路里面的第一个 第一步啊 追动脉 看追动脉的血流变化是怎样的 追动脉 它的收缩期流速会有降低或者反流 舒张期血流可向上消失或者反流 追动脉反流先从收缩期开始再到舒张期 通过追动脉的反流程度可以推测缩骨下动脉起始段 或者是无名动脉的狭窄程度 我们看一下分级啊 根据追动脉血流频谱特点将锁骨下动脉倒血分为四级 我们前面简单 我们前面简单提了一下 为什么它的这个频谱是不一样的 就是因为这个倒血的程度不同 这个狭窄的程度不同 所以它的这个相应的间接正向 这个追动脉的频谱也就是不相同 那么我们具体了解一下 一级为隐性倒血 追动脉收缩期的流速是减低的 只是流速减低啊 这是一性隐医性隐性倒血 二级呢是早期短暂的倒血 它是呈双向血流 以正向为主 很重要啊 双向血流正向为主 收缩期呈负向 舒张期为正向 收缩期是负向 舒张期是正向 大家不要忌惑 三级是晚期短暂倒血 它是呈双向血流 以负向为主 这回是以负向为主 这是它和二级的区别 收缩期级舒张早期均为负向 舒张晚期为正向 四级是完全倒血 倒有程度很重 血流方向完全为负向血流 整个都是在负向的 其中一到三级为部分性的 SSS 四级呢是完全性的 所有下动脉倒血 我们看 左侧所有下动脉倒血 即无名动脉的位置 是较深 超声探查 二维的管腔直径 狭窄率 还有面积狭窄率 是相对困难的 那么我们以下呢 就以澳大利亚这个 心血管中心的这个 四肢动脉狭窄诊断标准 来诊断锁骨下动脉起始端 或者无名动脉狭窄程度 来供参考 供诊断参考一下 大家了解一下这种诊断方式 直径狭窄率是在 20%到50%的时候 它收缩期的峰值流速 是小于250厘米每秒 直径狭窄率 50%到75%的时候 收缩期峰值流速 是250到350厘米每秒 直径狭窄率 在75%到99%的时候 它收缩期峰值流速 是大于350厘米每秒 大于99%就是 直接进必塞甚至必塞的时候 那么我们探测不到 这个管腔的血流 所以说也就探测不到 它的频率速度了 这个是澳大利亚的 一个诊断标准 我们仅供参考一下 好我们来学习一下 树壁实验 在这个疾病里面 我们要了解一下 树壁实验是怎么回事 它也叫加压减压实验 它是先检测 在瓶颈状态下 换测的追动脉的血流频谱 然后呢 我们要用到这个血压剂 就是老式的血压剂 它有个锈带 要绑于这个患者的上臂 然后给它冲气 使拱住上升 到大于患者的收缩压 也就是说 它的高压 然后观察频谱变化 维持这个水平约半分钟后 快速的放出这个锈带内的气体 给它撒气 然后使拱住下降为零 再观察一下 追动脉的频谱变化 这个就是树壁实验 它是用来验证这个疾病的 轻中度的SSS呢 利用树壁实验 我们可以诱发典型的追动脉 反流图像 加压后 追动脉血流速度加快 迅速放弃减压时 追动脉的多普勒频谱 是由双膝双向变为双膝同向 它是有一个改变的啊 所有下动脉由不完全性倒血 转变为完全倒血 大家一定要了解一下这个实验 它是怎么做的 它的会出现什么样的表现 换侧上支动脉血流的改变 我们看啊 一到三期 窃倒血的时候呢 换侧的液供动脉 舒张期反向血流 存在或者消失 四期完全倒血时 换侧的液动脉 宫动脉 频谱是称 处在样改变 流速减低 舒张期反向血流消失 出现舒张期正向血流 这是它的特征 就是说 发生SSS的时候 我们要对换侧的上肢动脉 进行探测 进行扫查 我们要做它的这个PW 然后我们看它的频谱 它出现舒张期正向血流 这是它的一个典型表现啊 在那个完全倒血的时候 键测的追动脉血流呢 会速它的速度是代偿性的升高 它有一个间接正向 键测有代偿性的增高 我们看超声检查需要注意的事项啊 检查这个疾病 首先我们要选择脉冲波多普勒超声探头 检查追击里动脉的血流 然后要选择连续波多普勒探头 检测双侧的上肢动脉的血流 特别是饶动脉 这个有很大的提示作用啊 然后要观察病变侧的 追动脉的血流方向的变化 这是它的一个诊断思路问题 我们要注意追动脉检测的角度调整 避免因为角度过大 而遗漏了换测追动脉的典型血流动力学特征 因为追动脉的这个频图的特征 对于啊 速度下动脉倒血的严重程度 它的狭窄程度有很大的提示作用啊 它有几个分级 选择连续波或者脉冲波多普勒探头 探测双侧锁骨下动脉的血流 我们要注意需要调整这个探测深度和发射功率 在5%到10%探头的功率不宜过高 这个我们需要调解一下 双侧的上肢动脉血压的测量 这个也很重要 因为锁骨下动脉倒血 我们会发现双上肢的动脉血压是不相同的 大概能差到20毫米拱柱 这都是对它有一个提示诊断的作用 好 我们来看一个病例分析啊 进一步理解一下这个疾病 男性54岁偶然发现左侧的脉搏较弱一个月 单侧脉搏减弱 超生检查是这样的 我们看这个一图 它是左侧的颈总动脉 做了CDFI和频谱 我们看频谱的这个在肌线的下方 这个方向 血流是成蓝色 那么左侧的追动脉 图二我们发现追动脉血流是红色 频谱呢 在肌线的上方 可见它与同侧的颈动脉血流是反 相反的这个方向 好 我们进一步探查 左侧的锁五下动脉 近段可以探级到低回升的冲天 这个位置啊 箭头所指的这个位置 低回升的冲天 它里面没有血流冲盈 这个管枪里没有血流 然后左侧的宫动脉的频谱 称阻塞样改变 这个图四 收缩器的峰值速度很低 小于30厘米每秒 我们这道题超声诊断 就是左侧的锁五下动脉 近端狭窄 左侧锁五下动脉倒血 左侧的上肢动脉 血流速度渐低 好 我们看超声对它这个疾病的诊断价值 锁五下动脉倒血呢 它的诊断金标准是血管造影 并不是我们超声检查啊 这是它的金标准 DSA 血管造影 超声检查呢 对于右锁五下动脉 还有这个颈整动脉的显示相对容易些 而无名动脉和左锁五下动脉 它的起始部啊 位置 脚深 并且这个部位位于胸骨后方 因此探查是有一定的难度 由于它的解剖位置决定的啊 是所以它检查它们有一定的难度 通常当锁五下动脉起始段 不易显示的时候 根据追动脉和远端 锁五下动脉血流频谱的变化 可以推测 这是一个推断啊 锁五下动脉七十段的下载程度 必要时 建议行 子宫症 还有这个DSA检查 来明确诊断 我们看超声诊断 对这个疾病可以有定位 定性 定量 判断它的具体下载程度 然后做出诊断的结论 所以说对这个疾病的检查 我们超声发挥很大的作用啊 好 我们来做题补充一下相关知识点 我们看脑动脉到血综合症的主要原因为什么 我们选择动脉中央硬化 这是它的一个主要原因 主要病因 扫查锁五下动脉脚适宜的探头频率是多少 选C 五兆和 右锁五下动脉起的哪 我们知道右面起的头壁干 左面是直接起的主动脉弓 所有下动脉的分支会除外哪一个 我们选择C 假装线上脉脉 其他都是所有下动脉的分支啊 大家记一下 所有下动脉的直接分支是什么 这是一道多选题 这也是需要我们记一下啊 选择ABC 追动脉 胸壳内动脉 还有甲状颈盖 这是它的直接分支 四五下动脉倒血综合征 最重要的超生诊断依据是 我们看啊 A是患测上脂脉脉搏减弱或消失 B患测上脂动脉二维图像 无异常改变 这肯定不对 但是上脂的脉搏减弱或消失 这是它的一个间接的真相啊 这不算它的直接真相 它是一个间接真相 然后患测上脂动脉 脉冲多普勒 频谱反向血流减少或消失 血流速度减慢 也是间接真相 患测追动脉脉冲 及彩色多普勒 呈现反向血流 患测追动脉 仍存在舒服器正向 我们选择D 反向血流是它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诊断依据 病例体 某患者男42岁 近期发现又上脂无力 来院就诊 体检发现双上脂的血压 相差了4000% 临床怀疑 所有下动脉倒血综合征 其最重要的诊断依据是什么 我们看啊 全项 A患测上脂脉搏弱减弱或消失 B患测上脂二维图像无异常 C患测上脂动脉反向血流 减弱或消失 D患测追动脉 彩色及频谱多佛乐呈现反向血流 很明显我们遇到正确的A了 1 换测追动脉仍存在舒张气正向 不对 我们还是要选择这个 追动脉彩色和频谱多佛乐呈现反向的血流 非常重要的诊断依据啊 来推可以推测所谷下动脉倒血的严重程度 下载程度 好 我们下面来学习下一个疾病啊 颈部的静脉血栓 也是最后一个疾病 我们先来看看解剖啊 相关的解剖 颈部静脉 它主要是由颈内静脉 锁骨下静脉和头壁静脉 构成 这个疾病的致病因素是有长期的静脉压迫 炎症 手术 心脏病 静脉吸吐 静脉插管 还有安装心脏起泊器等 安装心脏起泊器等 它的临床表现呢 都不是特别明显 我平时在检查过程中啊 我会发现确实有一些患者 是基本是来检查这个颈部动脉血管 然后呢 无意中我扫查发现 患者的这个颈部静脉 有问题了 但是你问患者 有没有明显的临床表现啊 你自己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患者多数挺多都会发现说 没有明显的 会告诉你 没有特别明显的这个临床表现 但是呢 我们总归能找到它的致病因素 它会有相关的一些致病因素 比如说肿瘤患者长期卧床啊 或者有手术病史啊 这些 我们看锁骨下静脉的血栓 它会引发患策的上肢肿胀 有的患者也是因为这个症状来就诊啊 会有一些 有的患者会有一些典型症状 部分患者会发生肺梗死可能 所以说碰到这种上肢肿胀的患者 我们一定要不要 呃 要警惕 不要忘记这个疾病啊 锁五下静脉血栓 我们看超生表现 急性的血栓呢 它是呈低回声或者无回声的这种表现 急性期 慢性血栓 它是呈中等回声 或者强弱不均的这个回声 也就是说 它这个具体的声像是随着时间是有所变化的 初期是呈低无回声 那么中末期呢 就是慢性的时间长一点 它就是呈这种等回声或者混合回声 部分性的血栓呢 它血流是有充盈缺损 就是说管腔内仍有血流通过 但是呢 血流充盈不好 完全性的血栓是管腔就没有血流显示了 我们看图 实义图里就是一个这个管腔完全性的血栓充填 那么这一段就没有血流显示 超生对颈静脉血栓的诊断标准 我们看一下啊 一静脉管腔内见均匀或者不均匀的实性回声 B 二 探头加压探查 静脉管腔压不瘪 但是大家在检查前一定要注意啊 不要使劲压 一定要注意安全 三 瓦氏试验 静脉管腔不增宽 也就是说瓦氏试验的时候 它没有明显的变化 四 多普勒检查静脉管腔内部分或者完全没有血流信号 这是超生对它的一个诊断标准 大家要记一下 我们需要注意几点啊 头皮静脉血栓可能没有直接的诊断正向 但可以出现间接正向 多普勒七向性的血流频谱发生改变 为连续性带状频谱 换测颈内静脉和锁骨下静脉血流速度比键测低 这是它的一个间接正向 大家记住一下 好 我们做一些习题 补充知识点啊 一个多选题 急性和慢性 这个血栓 静脉血栓的超生表现包括什么 我们看 急性血栓为不均匀的中强回生 错误 这是慢性的血栓的表现 B 急性血栓静脉管腔扩张内壁平整 正确 C 急性血栓管壁粘肤性弱 正确 D 慢性血栓回生均匀偏低 不对 因为慢性血栓回生是可以增强 回生不均的 E 慢性血栓无漂浮症 正确 也就是说 急性的气的血栓呢 它是不稳定的啊 我们从这道题里我们要理解一些东西 就是说急性体这个血栓 它可以有漂浮感 随着血流 随着血流的这种冲击 它是有一种不稳定的漂浮感 随时都有可能掉 所以说我们在检查的时候探头不能大力的去加压啊 因为血栓很有可能会脱落 造成不必要的相危险 超声区别急性与慢性血栓的主要依据是什么 我们看选项 血栓形成了形态 血栓再通 血流信号增多的程度 血栓局部不能压扁 血流信号消失或者减少 血栓回生强弱 与管腔有无扩张 我们这题选E 超声区别这个急性与慢性 主要的依据就是根据这个血栓的生性啊 因为这个血栓随着时间的延长 它的回生有所改变 会逐渐的增强 这就是它的主要鉴别依据 好 我们这一部分呢 就是讲了这个颈部经脉血栓的超声表现 我们要重点掌握一下 这一节呢 的内容我们就讲完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 希望大家多做一些题 多做一些巩固 感谢大家的观看